小孩還小是還不用到 還沒有滿六歲到十二歲的 那個疫苗階段 但是我有媽媽群組 只是他們一直在擔心說 我要打什麼疫苗 打什麼疫苗 然後學校老師剛剛又打來說 媽媽請問這禮拜 那個你女兒要來上課嗎 我說不用 沒關係 我已經從清明連假請到現在 對 就是一直請 一直請 然後他說那請問你還要來上課嗎 我說沒關係 先Hold住 然後就自己戴這樣子 然後學校的 又怕他這個生病 不敢去上課 然後回頭又問一二三四 會不會念 一二三六五六 媽媽就會想 我就安排很多課程你知道嗎 就是可能家教課 然後鋼琴課 然後線上圍棋課 極健課 然後游泳課 什麼都幫他安排好 畫畫課 就是不去學校上課 就是沒有學校上課 從懷到我肚子裡 你也知道我就秀咪咪 一直到十八歲 他從來沒離開過我 你在機場他送你的時候 對 你一離開就掉眼淚了 沒有 就是要馬上要 眼睛要進關了 他看不見的時候掉的 沒有 沒有 我就抱著兒子 那就哇啦哇一直哭 那我老公看我哭那麼傷心 他就旁邊幫我拍一張照片 哭到這個臉都變形了 然後兒子也哭到那個鼻涕眼淚都出來 後來我就只跟兒子 老公講了一句話 我說你自己好好照顧生理 還有孩子十九年都是我 把他拉拔大 然後品性各方面都是我教 我說接下來十九年以後 現在就是真的你要教他 在美國怎麼獨立 怎麼闖天下 怎麼樣去做一個男人 我說我就抓他們兩個手 說我們就全家排了一張手牽手 我說我們人不在一起心在一起加油 我也會好好照顧自己 結果我走的時候 就上了那個手牧地 過了那個關卡以後 我那個眼淚 然後我不敢回頭看我老公跟人家 就眼淚就完了 就哭得氣不成聲 然後就一路過海關 剛好有一些記者也有報導出來 那我就看下面留言還蠻多的 我就看一下留言 人家就說哭屁啊 老公也好 孩子也好 你要這麼難過 那是因為你沒有當過媽媽 如果你真的當過媽媽 發現疫情 萬一孩子在那邊怎麼樣的話 你會覺得說是真的哭個屁嗎 因為我們有親情 有愛情 然後有先生的那種 那種 對 他們還說那你就待在美國 陪他們就好了 那幹嘛回來 是沒有錯 可是現在的現階段 我台灣還有一個家 養個小狗 我總不能把小狗還用 我是不是能適應 我的小孩是說 媽 我到美國來 我就是想學獨立 我不想再回家 你管我幾點 我跟什麼朋友 不准出去什麼 他已經大了 是 還有我要幫他洗衣服煮飯嗎 像他現在他會洗床單 會洗衣服會煮飯 會自己到那邊怎麼生存 像那個酪梨啊 堅果啊 還有魚油 因為我們在壓力大的情況之下 我們血管比較容易收縮 比較容易造成血壓上升 然後在我們的這個免疫力比較低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們的血管的保護是很重要 那血管的保護呢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那油要少吃 沒錯 但是要選好油 所以我才會特別想說 如果裡面可以 你的料裡面可以加一點酪梨 堅果或是魚油的話 它裡面是屬於 不飽和脂肪酸比較高的 它相對也會讓你的血管比較好 然後另外兩個營養素呢 這是必要的 一個是維生素A 一個是維生素C 那它兩個吃法不一樣 維生素A呢 基本上呢 你可以再跟油脂一起吃 比如說像有一些地瓜葉 胡蘿蔔這些 或是番茄 它可以用一點油 比如說如果你是要打養生精力湯 你就要加堅果 如果你要做菜的話 我建議你不要清燙 或者是你說真的是燙起來之後 你要加一點橄欖油 因為它有人緣 走到哪裡都會很好 而且它對人 其實它本身也是一個很 就是很優雅的人 因為你的很多朋友 因為你凡事都什麼事情都很好相處 跟人家很好相處 當然就貴人就多了 再加上這樣子的人 其實在財務上面 金錢上面 他就不用煩惱